每节课的进行都以课语生活情境设计对话 让学员以课语来对答沟通 在轻松的氛围中 不但教会学员许多生活用语 也逐步体验到课语学习的乐趣 我现在一般都听得懂 也跟大家在互相学习 在切磋 都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因为毕竟我们对课佳话 有一些他的口型什么之类的 我们真的有时候转不过来 所以理事长教导的方式 是生活化的方式 我们比较容易接受 草屯镇内客家人口有一万多人 不过目前很多都不会讲客家话 因此草屯镇客家协会 开设生活课语班 希望鼓励民众踊跃学习课语 提升课语的听说能力 让课语融入生活 比较认真学习 所以我们一年下来 真的看学生进步真的蛮蛮大的 就生活上 生活上来的时候 他有办法去沟通 我讲他们听得懂的 他们也会讲 真的理事长一直 我是尽量来推广我们的母语 目前是由我来跟大家上课 现在也一直在找说 有比较能跟学生融洽的老师上课 学语言就是要愿意开口说 透过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 融入自然的学习情境中 让前来上课的学员感觉实用又受惠 更能让客家语言得到永续的传承 感谢我们客家协会 这么用心来推广课语 我们当然是希望母语的传承 一定要好好的来给它保存 给它传承下去 怎么透过更生动 比较可以融入生活当中的一个学习方式 也是感谢我们协会这么用心来推广 也是希望未来大家继续来推广课语 把我们课语的学习的机会可以越来越多 真的把我们课语继续的来传承下去 母语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 理事长邱玉琪表示 每一次上课都会有作业 就是要把日常生活中的食衣租行 都要学习用客家语来表达 慢慢就能落实客家语言生活化的目标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同来学习客语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